这个,哪张诺贝尔一张景点,他再给你讲了,你肯会你口头加化,会善了,事总而善。 你要加化,你要提出资料来,让提出资料来发的,这是用究的,这是一个用究的。 但是我现在已经90岁了,你这个计划实实不实实了,恐怕我是看不到了,我也喝不到你们大年了。 我说不掉,比台湾汉罪,我明天罗勤就收了,这是我提的一点。 不会的,那我想说,第二轮的话,还有没有哪位乡亲想要做提问的? 如果没有的话,我想,刚刚那个吴先生,他有提了一个问题,就是说,这11米计划道路的话,他在日后,这整个广直开发的话,他在根本是什么? 那我想说,这可能要请社会局这边好不好说,财政局,财政局来回答一下,就是说,像社会社会用地的话,你们以后的话,你们用这11米的计划道路,你们最主要的目的,你们希望它的功能是什么? 是作为日后社会用地的人员的进出呢?还是说,基本上,你们进出的位置的话,实际上可能不是在这个计划道路上面,而是在大道路上面,或者说在那个巴德,就在福德街巴德思想上面。 那刚刚有听,会长有提到,就是说,以后的话,整个商业区这边的话,然后,事实上,出入口的部分的话,事实上不会在,这计划道路上面嘛,应该会在福德街,福德街跟大道路这边,对,那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这11米计划道路的话, 我想社会局这边,日后的话,大概是,社会用地部分的话,怎么利用这11米的计划道路,它的功能是什么?能不能请社会局这边讲一下,谢谢。 因为他,就是像刚部发局所讲的,他其实这个社会用地,这个11米计划道路,最主要是在95年的时候就定案嘛,然后就是他为了, 第一个,他可以维系南北两基地的,就是联通,然后另外他也可以作为出入之用,对,那所以,就是他之后在社服用地的话,他应该也可以作为,因为其实,像我们那块社服用地,我们之后会干很多社服重合设施,还有跟有一些社区融合,可以供社区居民使用的设施,那所以他基本上都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联通道路,这样子。 OK,所以社会局的意见是说,这11米计划道路的话,只是为了做联通而已,是不是? 就你们的想法。 那我想请问一下,就目前的话,你们社服设施的规划的话,如果说,有所谓的,呃,社服大楼跟所谓的公民住宅的话,那我想请问一下,就是说,目前你们的想法, 这两栋住宅的话,如果说是分栋,那日后这两个建物的话,他们的出入,是规划在这11米计划道路上面吗? 还是规划在大道,分别规划在大道路跟福德街80巷这边? 我想那个,林口街80巷这边的话,只有8米而已啦,相当度更小。 我想应该不会,成为日后整个社服设施,还有光华社共同住宅的出入口,我想应该是不会吧?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规划,就是我们所谓规划设计,就是我有那个杜花卷代办,对对对,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其实规划设计, 就是只有,也还没有定案啦,对,那看不发觉没有需要补充作用。 这个部分我们再来说明一下好了,就是成如刚才社会局说,就是因为现在还在都路计划的阶段嘛,那所以其实后续的这个建筑物配置西部设计,其实说真的,我们未来是必须要委托,就是我们有说我们未来,像这个,因为未来是要规划一个公营住宅,或是这个社会型的这个设施,我们希望,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建筑的品质,就是希望有一个标杆建筑,不希望让大家有这个疑虑,就是说像过去的这种品宅,造成这个周边社区的影响,所以我们会比较慎重,就是希望委托比较知名的建筑师,来做一个后续的规划。 所以这点也要特别跟乡亲做一个说明,就是说我们的公营住宅,或是这个不管这个社府设施,未来这整个建筑,我们希望跟社区是一个融合的,它是比较可以符合地区的一个现代化的机能,然后是属于一个比较标杆性的建筑,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后续真的还需要透过一个招标的程序,去委托比较好,然后甚至是比较知名,像我们在其他地方有一些公营住宅, 他也是委托像张兴华建筑师这种知名的,他是朝向绿建筑的方式来做一个设计,所以第一点我先做说明。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大家比较关心交通的部分,那刚才这个交通处的长官也有说,11米的计划道路原则上尽量是希望以地区的这个大家的人行空间为主,除了刚才刚讲的在道路范围内有设置基础必要的两公尺的人行通道,未来我们会在基地内去退缩,就是配合搭配一些, 像脚大车道或是直栽绿大或开放空间等等,那尽量让它是一个,这一条是比较一个地区性人行的部分,那车型的部分就是维持它必要的,那至于这个车道出入口原则上,因为北侧只有8米原则上基本上看起来是不会设置在那边,不会去影响到林口街巴士下,那至于是否在东侧西侧或是南侧,这个部分可能后续我们还要整个评估,然后甚至看后续的建筑师怎么样看地区的情况下,那这部分因为未来要透过都市设计的审议,所以未来, 也许地区民众有意见,也是可以跟我们表达,那透过未来我们委托这个建筑师来做一个反馈的,就是互相回馈来做一个规划,文长我想先做这样的说明 我想请教一下,日后的话